大家好,欢迎回来NHK广东话军事频道,军武器言,我们的节目主持是Larry 这一节我们想谈论美国航空母船 大家看到它的使用现在有点捉金剑爪的情况 当然美国的航母舰队也号称世界最强大 现在有11支舰队可以辞呈七大洋 即使有11支舰队也认为不够用 很多人说第一个是全球布局 所以在七大洋里也想看到它 理论上每个洋補一架也不行 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也将全球海域划分 所以看到他们很久以前的第一舰队当然没有了 去到第七舰队都分了差不多六个海域 每个舰队都有管车的范围 但事实上当然不是所有舰队都一定会有一架航母舰住手 很多时候你看到比较热门的 包括有第五舰队负责中东海域 还有第七舰队是很阔的 即是由印度洋直到西太平洋 即是国际换日线的位置 你看到海域是非常疗阔的 有第二舰队和第三舰队 阵守着美国的东岸和西岸 另外还有其他舰队 第六舰队的地中海很少见 其他第四舰队负责巩卫就是南大西洋 亦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你们看到十一艘航母舰 最近很多人都问 其实据不据足够的 当然某程度上如果你问 现在问印太司令那些 接下来有机会上任那位印太司令 他就说也够了 现在你给我这个航母舰的数据 应该也够用的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们今天也有些观点去看 当然我们本台的观点 认为十一架航母舰 这是美国的宪法上规定 最少必须拥有的航母舰的数目 事实足不足够呢? 我们就相当保留了 我们慢慢谈谈原因的分析 第一个原因我们相信 就是美军现在的航母舰 事实上它们的服役时间 事实是相当之长的 大家如果有观察过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事实上 舰队在海上的时间 事实真的很长 基本上都是破纪录的 基本上都是破纪录的 以往你看到他们的时间 上面大概是600多日左右 但去年2020年去到855日 比以往来说 以往通常在海上都是500至600日左右 你可以看到它的调配 其实都相当之夸张 当然你可以这样看 因为其实美国在波斯湾之前 你看到冷战的时候 其实它们有很多航母舰 那时大概是有 13、45艘航母舰 所以你就能够看到 冷战的时候 因为军费也很大 那时的占据 国民生产总值的GDP 应该是大概6%左右 跟现在相差甚远 现在接近3 所以当时都很夸张 大家喜爱的F14 Tomcat也是那些年代 你见之后 现在宿正 拾一手航母舰 所以相对来说 部署真的会少很多 但是也是一些原因 我们也看到 现在的日子的时间 这么长 令到你见到有些航母舰 也要做双泵的部署 双泵就是在同一个年度 同一个时候 需要去拨派 将同一架航母舰 拨派两次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情非得意 尽量都不想做到这样 大家看到了 例如我们说了 罗斯福号 罗斯福号 就必须要去处理 今次的双泵的情况 另外一架 就是我们说 艾森豪威尔 也不能去哪里 它也是要做双泵 所以大家看到 它们捱得很残 但是现在要出来 你看到航母舰有几缺舰用的情况 当然我们需要有11个航母舰 我们需要遵守一个三分一的规则 就是我们叫one third这个规则 大概有三只半 即是三只半都是数字 正常都大概三至四架左右 可以做这个调动 大家看到海军之前 还敢说 那便停止一架 如果你上去 便停止到杜罗门 如果真的被你停止了 那真的会弄到剩下十架 十架是相当凄惨的 大家能够上去十架 如果能够调配相当少 即是三架或以下 三架或以下 基本上你看到 中东和西太平洋 又不够调配几多地方 所以计算下数 其实也相当之可惹 我们就算不谈到宪法要求 你真的只有十架航母舰 这样部署便相当困难 如果说全部推到西太平洋 十架当然一定够数 但你也知道北约那边都要 所以基本上 以全球部局来说 就没办法了 即是十架 其实十架也嫌少 我们如果拆开每一架航母 即是细致看 因为它们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航母的调配 都蛮令人担忧 首先我们说到 CBN68 大家也不知道 大家知道是那边很近的 计算是他退役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即是说到2025 大概的位置 都相当之接近 他将来的退役时间表 大家都会发现 CBN68能不能预期退休呢? 很视乎 即是我们来说 福特浩之后 就应该是说 Kennedy的情况 大家知道 现在尼米兹级航母航 总共做了十架 加上福特级第一架 刚刚好 十一架 就刚刚没有复达到 美国的宪法要求 即是说 如果在下一艘航 即我们说 Kennedy 金乃迪号 如果未能够下水 兼服役 尼米兹号 基本上都没有 ground 是要退役的 即是说 尼米兹要伴着 新区 依然要继续作战的情况 你便能够想到 他的选项 其实真的相当之厉害 对尼米兹号来说 他可否应付到 例如西太平洋 有些高强度的冲突 有点折扣 但当然 我们也不能够排除 尼米兹号 怎样差也好 即是比了很多 全世界其他海军的航母航 来说 他调配运用的情况 依然是十分强滑 你也不能够合佩 另外 69 你提到双泵 又是很伤身 当然 他比尼米兹年轻一点 但也不是特别年轻 计算是2030年 或以后 应该都要统议 所以我们会继续观察 变成这两手的难度 会比较高 你会看到 这两手 一手就要搞到双泵 也很相近 另外 我们谈起CBM70 CBM70的卡尔文森号 这个战神号 当然经历了很多 伊拉克的两次战争 你看到阿富汗 很多战争 波斯关大战 什么都可以看到 卡尔文森号 他比较好 你看到2030年2040年 那些位置 但相对来说 他因为要搭配F35C 要做很多磨合的工作 所以我们短期内 也不需要预计 卡尔文森号 有任务的战力可言 所以你感觉 现在在海上巡逻 你可以预计 不用见CBM70了 但长期应该要 摆入训练名单 训练F34 当然是唯一下一代海军的契上 但anyway 你记得调配 又少一架 就真的可以做全球威胁的状况 于是买少见少之下 就继续去找代替的男 CBM71 罗斯福号又伤泵 即将来日月头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伤泵之后 又应该要头一段 比较长的日子 下一个应该是林肯 林肯老实 在利米兹之前 差不多刷新了肌肉 林肯号 亦在中东之前 接替道路门之后 又是中东敗了很久 所以都是伤筋骨 72元 当然年轻少少 做过中期大手 也没办法 大家可以估计到 下一次要多走一转 看林肯号 都应该走不了 大家要数 依照元号 下一个就去到华盛顿 华盛顿现在做中期大手 没有那么快 你看到它应该是2023、2024 所以没有那么快 RCOH搞了四五年 如无以外四五年 如果有什么意欲 又要久一点 所以会挺烦的 接下来到斯坦尼斯 斯坦尼斯也跟大家说过 它其实现在都不方便服役 因为等一下要做RCOH 都要来收 所以又不见它了 于是你发觉 战力计一下 哇 其实几多都不可用 CVN74其实都是战神,斯坦尼斯号,又不容得 于是你计算一下,依照元号数到CVN75 CVN75其实也深大深切是否将它退役我们说过 包括它未批的那款,30亿美金左右 剪掉其他东西,做其他东西,弄一些潜艇,可以买到一手 当然这个说法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也很难 另外CVN76大家知道是长期的滞起 即是列根号长期滞起的黄水河军港 所以基本上就不需要计算它了,它有自己的维修阶段 最后我们要谈到77,77是布殊号 布殊号也可以说现役尼米兹级最新的男 所以它究竟在未来的角色上可否做多些巡逆 暂时你看到它的训练的角色会做得比较多 但现在没办法,因为卡尔文森要做训练 所以我想布殊号也无可避免推上前一点 所以将来他也要做多一些在前面巡逆的任务 接下来会再见多一些布殊号 于是屈指一算,大家也计算到了 首先,华盛顿和斯丹尼斯来不会见他 卡尔文森见的机会也偏低 于是福特号也不用说了 福特号也知道他还未做全面海报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正式 Ioc过了,终于到了Foc 也未知 我们说的电梯升降机 认证是一路一路一路一关一关的过 只能看他尽快 所以大家扣一下扣一下 其实都只有68、69、71、72、75、76、77 只有这几架 大概只有7架左右 是真的可以拿来做巡航任务 大家可以计算数 现在为什么会弄到双泵的情况 Ronal Reagan 如果扣除了他本身在第7艦队上驻之外 要全球海域都可以移动 其实可能只有6架航母 但我们说到一三分之三分之一的道理 即是长期都是 但他只有两手是真的可以允计出来 大家明白 但这个数据,计算完就会知道 怎样整个推出双泵 当然,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来自于第二个原因 就是现在新造的航母纜的进度事实不够 而且接触航母的命运都很难预测 包括我们看到尼米茨级之后 做了十艘 来自更新的级数就叫福特级 福特级至今有四架情况 由CVN 78、79、80至81 一个福特级和Kennedy 其实问题都不大 本身差在企业测 企业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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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价格企业测 企业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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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一路去 船厂当然也是一格价地做 大家都明白 西方的哲学 就是维持生产 维持维持维修或落水等 可以将所有湋军金都蛮均相的计算 我们相信这个时间表暂时不算很确定 主要是一块有轻型航空骸潜水 cheered 还有 大家也知道 上一 马克·盖斯珀说到500架 500架军舰里面航空母舰必须切禁 吨位切禁,将吨位让给其他船 例如LHA,这种两栖攻击舰 似乎被寄予厚望,可以成为轻型航母 或者将福特级斩小一点 但是要跟比例斩小一点,还是整个船体的结构要改造 相当苦劳,又要入标,又要失事等等 所以这个位置都站在十字路口 现在福特级建造的速度和进度 以及成军的时间,事实上也会影响到航空母舰的部署 而战队现在应该怎么放置呢?事实也是挺头痛的 另一个因素我们不得不提,就是现在外在威胁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航母舰 你想见到双航母三航母,真的要买少见少 但是事实上,全球海域现在的威胁反而正在增加 大家首先会看到中国航母的船风崛起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2012年初期,开始看到有联盘浩成军 接着就慢慢踩南载机,开始有日间升降 后来就有夜间升降 上面来来来来,都是单位数的南载机 当然仍然未被受注目 及后,也有多一架本土航母出现,山东虎 甚至近期,很多卫星图等等也发掘了 现在会有003 甚至传言会是004,即是核动力 也开始开工 究竟会不会是003,其实它就做两架 核动力现在就做了一架 其实来近期,中国可能会有机会 在这5年内有5架的数目 当然,如果再长时间计算 现在由CV16开始起 大家看图上到CVN21 你会看到CVN的数字也相当特别 因为大家看到CV就是常规动力 CVN开始是核动力的情况 CV18就是我们所说的003 CV19就是003的B型 同一型的其中两款 CVN20和CVN21就是我们所说的004 已经去到核动力 大家看到核动力的设计都相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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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核动力的设计都相当不一样 CVN20和CVN21都相当不一样 基本上整个构型都好像是福特浩的翻版 基本上整个构型都好像是福特浩的翻版 唯一是上面的核载机会有不同 当然,从我量去看 中国似乎的航母有多无少 只是它来近的核载机 有没有机会由三代机、四代机上到五代机 包括来近的核载机会摆核载机 或者F-C31 他们有个说法说来近的核载机会摆核载机 称号是核载机 这些暂时都是FF 但也不能不认真看待中国速度 这四个字 孤雅伦暂时的质量和战法到哪里 事实上,以它的态势 是真的会对美国的航母舰 开始求成一个威胁 由零变一始终都是困难 零变一开始就不能不正视了 以往是零,现在是一 接下来会是二、三、四、五 这样下去 最终会不会中国的航母舰 会和美国的航母舰一起 其实是不需要的 如果中国暂时还未发展印度洋舰队 有机会我们也会说 中国长远都要发展印度洋舰队 但你见到现在建设太平洋舰队 当然现在你见到北海舰队 南海舰队 东海舰队 遲些就不是海,遲些是羊 可能大家会听到北洋舰队 南洋舰队 东洋舰队 甚至乎将来叫做西太平洋舰队 印度洋舰队 南海舰队等等 大家都会继续观察 但你也看到 中国由绿水海军 当然以前是绿水海军 绿水海军 现在慢慢拓展成南水海军 事实上对美国的威胁会略大 甚至乎只需要有6支航空母舰 对西太平洋 美国可能已被它 outnumbered 可能已经不够它数量够多 叫做盲拳 盲拳打老师傅 打不打得死我们不知道 但对美军的安全 事实上就会构成更大的顾虑 何况 祝国经常说自己有东风导弹 一键扣住 他们的A2AD 我们说 区域距止 反介入这个圈 所以看上去 中国的海军 好像张可光最可守 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比较令人忧虑的 所以也看到 美国的航母舰 现在的数量上 真的会少 所以未来看到这些 双航母去震摄 三航母去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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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买少见少 你看到这些组合 很困难去做到 甚至乎我们说到 很多时候 立刻就派两手去到一些 涉事的危险区域 立刻做震摄 这个 不要说三航母 双航母都难见 所以我们呼吁美军 事实上 他们真的要开始 正视航母舰的策略 应该如何做 你看到 尼米兹级的十艘 真的开始 慢慢进入 这个震摄 的时候 究竟他们福特级那边的建造 无人舰艇的建造 是否只是重用 这个车角航母的问题 或者需要用到其他辅助的情况 包括无人舰艇 潜艇等等 钱其实也不是少 不过钱坑的特别多 亦有很多地方 使钱使得 例如哥林比亚级的潜艇 有机会和大家说 真的使钱使得很重要 美国海军 事实上 被中国海军那种追赶 他们真的要再清晰的头颅 判断 接下来应该如何行 车角航母十一手 怎么看都不够 但是是否要再挖钱 再起十二三四五 需要看领导人的智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 我们说到十一手航母是否够用的分析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订阅我们的YPK 关系后抵制 您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 每个人频道 $30 支持本地军事频道 是广东文军事难做的 另外多大幅库 可更多留言、赞和分享 分享给三个朋友 希望他们可以观看一些军事政治形势 另外可以发提货金,我们有恒生银行,Payme和转数快 我是你主持Larry,我们下一节的世界防御消息再见